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怎么建立地形 那地形的方法呢 当然我们要建立地形先弄一个平面出来 弄一个平面 所以add mesh plane 或者是你按这边的add也可以 然后呢,把这个平面放大一点 不然这么小的地形实在是 只是你脚下踩的一块磁砖而已 当然要大一点才可以建立地形 好,放得很大 跟你整个世界的那个格状差不多大 然后呢,你可以选择顶四角去切 不选择顶四角也没关系 那开始我们要切 要切的时候呢,请你先按tab进入编辑模式 然后呢,进入编辑模式之后 请你按w选择subdivide subdivide就是分割 那分割之后呢,你会发现这边出现 number of cuts 它是说你到底要切几刀 以预设的分割只切一刀 那这样子没办法建立地形 我们要建立地形要分割得很细 所以呢,你如果用这个去调 你直接按那个往右边,它会一直增加 但是你会发现它增加到10,它就不增加了 因为它是上线 这个用滑鼠的方式只能到10 那怎么更多呢 一个办法是你直接点这个中间的这个数字 那点了之后,它会让你输入 你用键盘直接输入你要的数字 那我就输入32 这样就变得很细 那这么细 number of cuts变成32 其实它是32乘32的一个平面 那这样就够我们用了 那接下来呢 你可以分割成两个字窗 然后呢,按A全取消 接下来呢 你在proportional是off的情况之下 去拉一个出来看看 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尖尖的 尖尖的上来的东西 如果你把proportional呢 设成enable 设成enable 那它呢 你再去拉 你会发现,哦 它可以拉出来 不只是刚刚那个一根尖尖的 是旁边会跟着动 那你如果让那个圈圈变大 那它就会变得很大 那你到底要怎么拉呢 你可以试试看每一种 每一种 Random和Constant,Linear,Sharp,Root,Sphere 那每一种拉法不一样 这个是off的情况是尖尖的 那Smooth的是像这样 Sphere是像这样 然后Root是像这样 Sharp是像这样 尖尖的 那Linear呢 就是都很线性 像一条直线这样 那Constant呢 就是好像那个 上面是个平台的那种拉法 那Random呢 就是它自己会乱拉 就是它会有一个乱数在那边产生 那所以它会有点乱 那如果你今天刻意要拉那种很不规则的 3 那就可以用这个Random 那你拉一拉就会看到像这样 那回到物件模式去成像一下 可以看到 那你可以用中间的滚轮去控制你想拉的范围 那刚刚那个是切换拉的模式 那你可以切换拉的范围 那你可以让它更平滑化用用那个Tools 你Modifier里面的这个Subdivision Service 可以让它更平滑 那如果更平滑之后会像这样 那再平滑呢 就像这样 那请注意就是 如果你太平滑就代表说 你的格数会变得很多 格数变得很多 你就会到时候算图会算得很慢 不过还好 Blender现在提供了一个叫Remesh的功能 到时候如果你今天格数真的很多 算得很慢 你用Remesh Blender会自动帮你把你的物件呢 用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重新做格状化 重新做格状化的话 那它的那个格数就不会太多 那再去跑图就会比较快 好 那这是Level等于3 好 那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 很多人在最后你瞧那个相机角度 瞧得不轻 没办法瞧到你要的位置 按CtrlL T0 可以让目前的场景 就被相机这样子照到 也就是相机会移动位置 让你看到目前场景 好 那按F12照一张相 那这就是Proportional 我们来示范一下 好 我现在把这个Delete掉 按Add Mesh Plan 放大 可以放大 好 这样差不多了 好 接下来我按W 不对 这里按W没有用 要进编辑模式按W 按W 进编辑模式按W 按Subdivide 这里呢 你可以切 两刀三刀四刀五刀六刀 七八九十 十刀就上不去了 那为了要再上去 我们按三十二刀 这样可以 好 第一个 好 然后呢 这里 B 按A全取消 那我们只选其中一个点 这时候把它按G拉上来 你会发现这个很尖 如果我今天把这个Proportional变成Enable 然后呢 按G拉上来 你会发现它是这样 而且你可以控制 你可以控制它的范围 G的范围 我再试一次 我按G的时候呢 我可以控制这个范围 控制这个范围 那你透过控制这个范围 其实可以让你拉你想要的形状 这样OK 那如果我今天呢 是按这个 然后我可以选像这个Constant 那我按G 哇你会把整个平台拉出来 整个平台拉出来 如果我今天呢是按Random Random然后按G 你会发现它拉出来的东西 是不规则的 有点乱 范围如果再弄大 你会发现哇这是一个 乱七八糟的世界 OK 那这个会很有趣 这样子如果你要做一个 非常凌乱的地形 那这是很凌乱 那这样看起来就OK 按F12 我会发现哇这太乱了 我无法接受 那所以 接下来呢你可以 试着说OK 每一种都拉拉看 那也不只可以往上拉 你可以往下拉 往下拉有什么好处来 我这边往下来我这边往下拉一下 我现在呢不要用Random 我用我用这个Sphere 我往下拉往下拉按G OK太大了G小一点 往下拉你会发现我这样子可以做一个弧 可以做一个弧 它弄一个洞出来 做一个弧 当然现在看起来还不是很像 因为你相机的角度和那个照到的是不一样 那如果你今天呢想要让你的相机照到这里 按Ctrl L T 0 相机就照到这里 再按F12 就是看到你刚刚看的样子 那这个当然不光滑 就是不光滑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稍微调整一下 用这个Modify 按那个 对Modify 然后按Subdivision Surface 然后让它呢变得更光滑一点 那也可以在这边加Smooth 让它变得更光滑一点 那F12 你会看到这个可能你会比较满意一点 有点像牛奶 的这个地形 那这个各位可以试试看 有点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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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